知名的五星级饭店传出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好几名宾客24号到饭店参加喜宴 回家之后陆续出现了上吐下泻还有发烧等症状 还有人去挂急诊 医院主动通报卫生局 经过了解当天一共有四场喜宴 1100多名的宾客参加 目前已经有79人出现症状 卫生局也已经派人带回食物样本进行化验 同时采集病患检体 要确认是不是食物中毒 新郎新娘洗手进场现场欢声雷动 但不少人吃完喜宴却变成这副惨样 躺在病床受吊点滴 吃完喜宴后回家开始上吐下泻 到医院挂急诊 有上吐下泻发烧的情形 吃了饭店的东西才产生这些症状 原本都是好好的 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直接拉在车上 台南之名五星级饭店传出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目前已经有79人出现症状 医院也发现这几人的共通点都是曾经参加过24号的喜宴 娶媳妇他有吃一点还是不舒服 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情 据了解24号当天一共有四场喜宴开了120桌 大约有1100多名宾客吃了喜宴食物 其中出现症状的79人分散在不同场 因此饭店也怀疑不像是卫生出了问题 推测可能是员工感染诺罗或新冠肺炎病毒 倘若如果检验结果出来是饭店有问题 我们会负起责任赔偿 相关的单据留存饭店这边会协助处理 目前卫生局已经到饭店击查 是不是食物中毒还在等待化验结果 时候饭店也将餐厅环境全面消毒 承诺如果是饭店问题将会全额退废 旧红布子齐台南报道